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八卦体,而明星们当然经常被人们当作是八卦对象,快笨已经播出二十多年,承载了无数人的欢乐,而五位主持人的恋爱,婚妇状况一直都是网友们关注的重点,眼见着娜娜与杰哥娃都出来了, 奔三的无心却还没有男朋友,海涛虽然还没成家,但是人家好歹有一个,谈了三年的女朋友了,这不沈梦辰就在昨天凌晨时分晒出他与海涛的甜蜜合影,虽然是在社交软件的小号上低调秀的意外,但还是被有心网友放了出来,海涛穿得很清凉,短衣短裤也让他看起来高大挺拔,而且他还当起了健身房老板,自己的身体锻炼想必也没落下, 看得出来瘦了不少,而身边的女友沈梦辰上身,穿着黄色的短袖衫,下身一条短板牛仔裙,把他的大长腿显露出来,站在海涛身边显得小鸟依然,而沈梦辰也点着脚截,缺了嘴做出,要像海涛所吻的样子,海涛也十分配合,自己也不忘兜着嘴迈着萌,虽然一胖一瘦,但是看起来莫名很般配, 也看得出来,两人感情很好,明明已经相恋三年多了,但还是你能不能,以前因为海涛和无心,在节目里的打打闹闹,总以为两人是一对,后来才知道二人感情好是真的, 但比起男女朋友,更像是一家人,当看到他与沈梦辰在一起,就更加打消,用那个无厘头的想法了,三年不算太长,但也绝对不短,许多粉丝都变着发的逼婚杜海涛,让他赶紧娶了沈梦辰,而不负众望,杜海涛也喊话过,想和沈梦辰奉子成婚,想得确实挺美,一下子有了妻子还有个王,在影儿和父亲婆大婚之时,沈梦辰还被邀请去当伴娘, 幸运的他还被手捧花砸中了,为此沈梦辰还特意发了微博,影儿也评论他,下一个新娘就是你,而海涛也留下一句,令人浮想连篇的四个字,好事将近,有网友猜测,他和海涛最怕是婚期将近的,早先时候,海涛妈妈也曾与海涛一起接受过采访,妈妈也喜滋滋地告诉记者,自己很满意沈梦辰这个媳妇,有未来婆婆的力挺,两人成婚是指日可淡, 沈梦辰一直以来都是话题人物,因为他比较容易昭黑,但是他的主持功底确实不赖,当然他也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妹子,小编很喜欢他的长相,甜美可爱,三十岁确实不小了,两人可要抓紧时间结婚了,等着二人公布好消息,你们喜欢这一对CP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